我和理事長、立法會議員、副會長、副會長、權委、副會長等等一起去見特首 就2018年和2019年的施政報告提出我們的建議 我們就提出了安居樂業共融發展這次的一個主題 總共就勞工、房屋、社會福利和經濟發展提出了182項的建議 在勞工上我們當然是一個重頭的一個重要爭取的議題 就是有關於這個取消對沖 這個最低工資的水平 我們男士士產假、婦女的產假等等的議題 提出了我們的建議 也就這個房屋要密地、造地、加強穩地的措施 包括這個填海、棕地、一些私人的遊樂場、一些土地的使用 以及有關於公私營房屋的比例上 我們要求有一個七三比等等這些房屋的議題 就住這個福利 我們也提出了有關於長者方面的一些照顧的措施 包括這個長者福利的可攜 醫療券的使用等等 也都就著醫療的問題 也提出一些優化現在的醫療的輪候的情況 也都提出了有關於發展經濟上面的 我們覺得應該是更加積極地融合 那個粵港澳大灣區的一個發展 從而帶動香港的經濟 以及帶給市民更加多的便利措施 包括可以在內地養老 或者是在內地的福利 長者的生活津貼 可以有在這個廣東省和福建來使用的 也都希望那個醫療券 可以在內地的甲級醫院可以使用 總之我們提出了182項的建議 也都得到特首的比較積極的回應 這裏下來我們分別 我們同事具體講 和大家展示我們所提出來的建議 首先就是勞工的議題由我們理事長講 今天我們提了不少勞工的議題 今天我們重點是討論了幾個 反映了幾個方面的意見 一個就是我們非常關心 取消強積金對沖一個勞工的議題 我們都向特首提出 在今次的施政報告裡面 希望有一個明確的決定 和有一個落實的時間表 因為我們都提出了 雖然可能政府提出的 強積金取消的方案 取消對沖的方案 未必很完美 我們勞工界都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但是我們覺得這個議題 在社會裡面已經充分地去討論 希望特區政府和商界 盡快去達成一個共識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 因為強積金對沖這件事 其實每一年 只是2017年 已經有43億的強積金的公款 是被對沖了的 累計有365億 所以你們覺得 應該盡快取消強積金對沖 應該對我們勞工界來說 是一個給不用援的議題 我們都覺得 特區政府對這一方面 應該是非常重視這個議題 都希望有一個積極的回應 第二方面我們重點 都談了最低工資的議題 我們感覺上 現在的最低工資 每一次的調整 都是按照通脹去調整的話 其實令到最低工資 所覆蓋的人 其實愈來愈少 我們都說 在2011年 實行最低工資的時候 那時候28元 是受惠人數 是有15萬3千人 但是這幾次的調整之後 到現在 所受惠的人 已經去到2萬6千7百 其實裡面 八成 還是政府的外判清義工 所以我們都會看到 資方不少 用40元以上去請人 所以我們都希望 特區政府在這一方面 能夠積極地去參與 希望我們這次的調整 能夠有一個實質性的增加 而令到受惠人數 應該來說 有一個 比以前來說 有一個上升 另一方面 我們從大的角度來說 其實最低工資 不單止是關心 或照顧到 不能自助的基層勞工 現在看回這幾年 雖然我們香港整個的人口 未必大量增加 但是 我們是因為 最低工資的實施 其實吸引了很多的 婦女和長者去參與 所以這裡 其實從另一大的角度來說 是能夠有在於 香港釋放勞動力 特別在我們香港現在 經濟裡面 在勞動力很緊張的情況之下 裡面 一個好的合理 最低工資的水平 是有在於釋放更加多的勞動力 吸引更加多的婦女和長者去參與勞動力市場 這個是我們重點去提的 當然裡面還有兩個隔離合一 另外就是我們的婦女產假 以及我們的外判 我們有幾個負責人 都分別這方面去反映我們的立場 我想交給我們有關的同事 好嗎 誰說婦女產假 好啊 坐這邊 婦女產假 其實一直以來 我們都在爭取全新 以及要將產假延長到14周 這個產假 其實在說 人工剝削 現在已經已經 還有只有十周 已經在說近四十年都有了 所以這次藉著特首 在去年的施政報告 要檢視我們的產假的時候 我們一直以來都強力要求 要將產假延長到14周 以及不可以再剝削 我們女性在產假上面 只有五分四人工 其次就是關於男士試產假 其實兩個產假 兩個假期 現在都在剝削 因為政府一直都在說 這個和一些雙病假看齊 其實雙病假看齊 這個我覺得有點不合理 明明生育是我們必然會經歷的事情 所以在這一方面 我們認為兩個假期應該已全新 以及市產假盡快去到五天 一年之後應該重新檢視 是否應該去到七天 因為現在香港在人口政策上 如果要提升 其實是需要釋放到更好的假期之餘 還有這件事都可以幫到 我們釋放婦女勞動力 這個是我們在婦女界方面的看法 我講講外判的情況 昨天我們工聯會的代表 包括我和啟明和幾個工聯會 都約了羅子江警 當中我們知道他有一些進步 但有些事情未夠的 未肯定的 所以我們今天都藉著見 林鄭特首向他反映 特首都表達了 他都認同現在的外判制度 是不理想的 甚至乎也都知道 有些公有的權力受損之外 有些承判商在這個機制之下 要做好老闆都做不到的 因此他會推前那個改革 但我們都是追求的 一個就是那個財政的承擔 政府不能夠論識 第二個就是我們強調的那個 價格和技術因素 最少是五波 最少是一半一半 當然最好就是技術因素 佔大部分 然後在那個 薪酬待遇那裏佔的評分比得比較高 那這裏他都是 那個方向他認同的 至於我們都繼續追求 那個新舊合約裏面的工資 不論計算不低於舊合約 不應該低於一個行業工資中位數 以及約滿籌金那裏 政府就說現在都是內部計算 我們希望他能夠盡快公佈個細節 因為本來政府 就是羅紫光就說第三季公佈 現在他就說要去到第四季 我們希望第四季 就算真的拖到第四季的話 就希望是一個比較具體的 能夠在中間過程裏面 都盡早跟我們的工會 以及基層的一些相關行業 保持聯絡 令到出來的方案 我們工界能夠接受 還有是有一個根本性改善那個外面的問題 而我們不希望 是之後少收少趕 我們會議上都能夠表達我們的意見 好 跟著Alice 好 跟著Alice 我們在說一些 除了勞工的問題之外 當然不少會說我們市民都關心的訪問題 那訪問題等一下有幾項呢 我們提出的時候 都得到特首一些很正面的回應 那等一下各位可以說一下 但是我想說 就是在土地供應那方面 工聯會和特首都挺一致的 我們都認為 要解決訪問題的話 我們必須要增加土地的供應 那土地的供應從哪裡來呢 最可能的 也都最有效的來源 應該就是填海 所以我們都希望呢 我們都跟特首講了 希望有關的一些工程 包括特別是中部水域人工島 這些填海工程呢 其實應該盡快要上馬 如果再拖下去呢 影響那個土地供應呢 我們就擔心 令土地的問題是會繼續嚴重 而且呢 當我們做了土地供應 開發 即是開拓了土地的供應之後呢 就進一步 政府其實應該要將公司營火比例 由現在的六十四十增加到七十三十 即是說我們應該 如果我們新增的土地呢 其實應該是用來發展多些的供應房屋 解決現在 特別是基層市民面對的主要問題 至於那個 現在我們基層市民裏面 有二十幾萬 有一萬是住在一些不適設住房 即是劏房裏面的呢 其實可能大家都會知道 工聯會我和陸宋紅 我們已經是兩個都提了 每人提了一條的私人條例草案 包括陸宋紅提了一個 是要修改電力條例 我就是修改這個水務條例 就是盜絕有人去濫收水電費 以逃利的 那這個我們那個法例 我們的改法就是 任何人如果他們收多一個電力公司 或者在水費那裏就是水務監督 要收取的費用的話 以逃利的話 那就即屬違法 我們現在都在和政府在說 剛才我們特別都和特首說 而特首也都很正面回應 也都答應我們 他會親自去看 有關這些法例裏面 究竟有些什麽空間 政府可以做到 是做到修例 是不是可以採納我們的私人條例草案 或者是政府自己做呢 來解決這個 住在不適設住房裏面的基層市民 他們面對的被濫收水電費的一些房問題 另外就是我請各位先說 有幾點 特首是正面回應了我們 在房屋措施上的工作 謝謝 所以由六四加到七三才能夠追回 所以在一個追數的角度 絕對值得由六四轉到七三 當然特首也是正面 另外第二件事就是 在上個星期我們房委會 我們房委會通過了新的居屋的轉售限制 但是我們認為有關的建議 還是在五年的限期內做一些調整 並未真真正正正做到收緊的轉售限制 我們房委會建議要收緊到延長到十年的轉售限期 從而令到想購買資助房屋的市民 有個審慎的考慮 同時就算他們真的要透過房屋階梯 去跳出私人市場 都應該要有一個足夠的時間 讓他們去看定市場 以及累積一定的資本 然後才跳出私人市場 因為現在外面的私人市場 和居屋仍然有一段比較大的距離 要纏上去真的不容易 所以就算由五年延長到十年 其實對用家是沒有影響的 這方面其實特首回應正面之餘 其實還表示在未來的短期內 會積極去研究和想出解決辦法 包括在下年是否可以就著修改房屋條例 去做一個政府的建議 這個我們表示歡迎 另外最後就是關於居屋便便宜了 綠置居大家都知道折扣是會低過 即是便宜過的居屋 其實我們工聯會在這裡強調 綠置居應該以接近成本格 我們用成本加成 即是扣除其他的一些行政費 或者因應地限制去做一些調整之外 其實應該盡量以成本格 去賣給這些綠標的申請者 去協助他們爬上這個置業階梯 這方面其實特首都傾向支持 但是中間都遇到一些困難 特別是每個地盤的建築成本都不同 除了建屋成本之後 可能是土地平整 或者一些基建設施 這些會增加成本 反而會引起其他變數 令到某些盤 縱使撇除地區分野之外 都可能會有其他的分野 令到價格很飄忽很浮動 這個其實會對於穩定有影響 所以我們都反映了有關的意見 但是未盡事盡美的情況 我們都可以繼續去跟進 謝謝 福利可奎勝是嗎 福利可奎勝 那誰說的 啟明 啟明你說是嗎 福利可奎勝 好 我們剛剛都關於長者的福利可奎勝 我們都提了意見 我們現在因為福利不可奎 可以離開香港 所以政府專門制定了廣東計劃 和福建計劃 其實我們希望 我們的長者 除了這個三果金的金額 或者是千多元的金額 可以拿回內地去養老之外 其實我們希望 將長者生活津貼 這個二千多元這個計劃 都可以給長者帶回內地 我們其實都是 在每時候再提到 是否可以再進一步 是否可以將一些 其實是否要固守 這個福利可奎勝這個原則 其實 因為在大灣區這個政策之下 其實有一步的界限已經打破了 其實特首是對於這件事 這個反而很正面 那麼多年來我們和特首見面 那處得是有不同的 所以我們希望特首是可以 儘快將這些講法可以 儘快落實下來 令到真是有意回鄉 去養老的人 是可以將香港的福利帶回去 作為一個長者 去幫助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一個醫聯 那麼之前陳曉思局局長 都提到一個和內地醫院的合作 那麼我們都在我們工業會 一直跟進來 我見和陳永恒 那麼跟到現在呢 那麼其實都希望將 香港的醫療券 可以一個津貼 可以拿到 回去國內的醫院 是否有一些長者去看醫生 那麼就 那樣就 這也是正面的 那麼我們都會希望透過我們內地中心 多一些和局方的前線經驗的配合 希望令到我們一個 這個長者醫療券 都可以去到內地的老友記 到一個老友記 都可以令到他們可以儘快 得到這個津貼補助 另外一點就是 我們一個的 關於牙前圍村 一個我們在 王大仙一個古蹟的發現 我們都希望特首可以 透過一個政府的處理 令到這個一個 固跡的一個可以得以保存 那麼我們希望特首 聽到我們以前可以 可以日後可以盡快處理 那麼還有我們 在我們建議書裡面 也有講到一個 關於升降機 一個安全的問題 我們希望呢 特首是可以 盡快提出他們 一個新的計劃 令到我們的 各個私樓的業主 可以坐到一個安全的升降機 那麼希望特首可以盡快跟得到 是 還有一件 就是我們爭取著 很多年就是兩個假期合一 就是我們要求 都是兩個假期合一 就是我們要求 兩個假期合一 因為你的公眾價 和勞工價 在現在的社會來說 真的很不公平 那麼這裡牽涉到 都有85萬多的 我們的員工 有個不公平的對待 所以我們都是反應 希望有關特首 都幫我們爭取這個情況 是 KK有沒有 好 我們有 我們有 我們 除了我們剛才說的那些之外 就是我們那份建議裏面 也都包括一些 怎樣對於初露者的照顧 另外就是對於 少數族裔的一些措施 另外也有關於 在醫療方面 在醫管局的貨款上面 怎樣可以支援到 可以令到我們 特別是前線的支援 即是員工 能夠改善他們的待遇 解決醫管局的人手問題 這些都有包括在我們的建議書 要看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很清楚 我們的建議書 是否有派給大家 我們是否告訴你們 這些 我喜歡這個 我問問 關於這個 職業何問題 為 Do you think there is a need to call on the NBF offset 和這個 我們可以說 we can say that this is the consensus of the community that we have to abolish the offset mechanism of NPF as soon as possible as you know, NPF should be a way for view it as a retirement scheme but now with this offset mechanism the function for NPF functioning as a retirement scheme has been destroyed so we think that the abolition of NPF offset mechanism must be carried out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it cannot be delayed anymore so we have urged the Chief Executive to formulate a very concrete schedule of how to abolish the NPF offset mechanism and see if there are any other questions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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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